布兰登是性别认知障碍者 他是一个女生 但他渴望变成男生 他总是伪装成男生的样子去勾拿女生 每次也因为真实性别惹上麻烦 一直收留他的表哥嫌弃他老是惹麻烦 将他赶了出去 酒吧里布兰登帮助一个被罪汉骚扰的女孩 坎德斯 因此结识了坎德斯的朋友约翰和汤姆 更是对坎德斯的朋友米娜一见钟情 酒后坎德斯邀请布兰登去他家 真愁没地可去的布兰登欣然答应 深夜躺在沙发上的布兰登一阵腹筒 他知晓自己带姨妈来了 便偷偷去便利店买卫生巾 来到便利店布兰登碰到米娜来买酒 但米娜未成年 店员不能卖他酒 布兰登偷拿几包卫生巾后 就上前拿出自己伪造的身份证 帮米娜买了酒 顺便偷了米娜喜欢的戒指 米娜邀请布兰登去自己的家 布兰登担心米娜就跟着去了 一打开门 米娜的妈妈醉倒在沙发上 家里很吃混乱 米娜看着家里的情况有些尴尬 布兰登贴心地转移话题安慰米娜 喝了酒后的米娜躺在床上睡着了 布兰登拿出戒指戴在米娜手上 给米娜盖好被子后 就回到了坎德斯家 经过昨天的时候 米娜对贴心的布兰登很有好感 这引起了约翰的不满 他警告了布兰登 布兰登不在意 人和米娜出去约会 两人之间相处得很愉快 一切都水到渠成 这天布兰登接到法院的船票 他想去把自己所有的麻烦事解决掉 然后和米娜开始新生活 但在最后关头 布兰登选择了放弃 一次布兰登在约翰的怂恿下 超速行驶拿了罚单 在布兰登去交罚单时 被工作人员查出之前的犯罪时 收押在监狱里 而坎德斯意外发现布兰登的真实性别 约翰和汤姆在米娜面前大肆嘲笑布兰登 米娜不在意 因为他早就知晓布兰登的真实性别 他去监狱把布兰登保释出来 带回家 约翰觉得自己受了欺骗 更讨厌布兰登的男人样子 他和汤姆强行扒掉布兰登的衣服 以验证布兰登的性别 布兰登反抗求饶 只遭到毒打 他们甚至将布兰登带到眼外 实施了残奸暴打 就为了羞辱布兰登 让布兰登清楚自己的性别 布兰登去警察局报案 反而遭到警察的冷眼和嘲笑 布兰登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 只好去祈求坎德斯 能暂时收留他一晚 坎德斯答应了 米娜找到布兰登 看到布兰登脸上的伤心疼不已 即使布兰登骗了他 他依然爱着布兰登 布兰登让米娜和自己走 米娜犹豫了 他不知道两个人的未来在哪里 而约翰和汤姆在米娜母亲的怂恿下 准备毁灭犯罪痕迹 杀了布兰登 米娜想阻止两人 甚至报了警 但是依然没能阻止 丧心病狂的两人杀了布兰登 两人为了事情不败露 还杀掉无辜的坎德斯和他的孩子 杀人犯走了 米兰抱着逐渐冷却的爱人 心里满是悔恨和痛苦 之后 约翰和汤姆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而米娜则开着一辆车 却实现布兰登 环游世界的愿望